去离婚的路上 我有了毒心术 一脸冷漠的老公 内心正在别嘴哭 呜呜老婆别离开我 像我这样实行百万的男人 别人捡到了 是不会还给你的 没有老婆 我要这一万家产 有什么用 一定要我坐在劳斯莱斯上哭吗 人在离婚路上 已经有五辆自行车 抄到前面去了 劳斯莱斯愣是 给开出滑板车的时速 就这么不想离婚 第三次被鸣笛后 我忍不住问他 你们总裁圈 会不会歧视离异男性 容易侧头看了我一眼 魔光忧深 随后像接受财经采访一样 不带七情六欲的解释 不会 我们有一部分人信奉 从不离异 只有丧偶 有一部分热衷当单亲奶爸 还有一部分喜欢追击火葬场 呜呜呜那就是我 追不到老婆 我就把整个火葬场买下来 包场给自己烧个七天七夜 看着他面摊式的外表 听着他细经式的内心 我双眼发亮 我有毒心术了 离婚暂停 先耍个男人玩玩 容易 我肚子疼 要不今天先不离婚了吧 他促没忘了我一眼 嗯 随你 老婆肚子疼 一定是想拉屎了 掉头回家 冲冲冲 就喜欢老婆这么自律的人 每天都差不多时间排泄 我他妈 美好气的瞪了他一眼 容易一脸莫名 手脚却是没停 一个急杀后 再一记甩尾 日 一生绝尘而去 把背后那些你大爷的 死有钱人 要不是陪不起老子撞死你 只得骂声一起甩开 到家后 我当然没去厕所 为了验证 是否能读到所有人的心 我特地跑到后院 和家里的哈士奇溜溜对骂 回收救狗 破狗 爱拆家的狗 拿去换猫 挑衅完他 我开始静静等待 十分钟后 毫无反应 这狗傻了 还是我骂得不够脏 你个狗娘养的汪 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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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 完了 心声没听到 把狗惹哭了 好不容易哄完溜溜 我找别墅里的管家 庸人们挨个试验了下 没有任何异样 读心术过期了 刚疑惑着 我就听到一声 撕心裂肺的哭喊 老婆 你去哪里了 2400平的房子好大 我连马桶盖都掀开看过 还是没有找到你 看不见你我心都碎了 你才在马桶里 你全家都在马桶里 你子孙后代都在马桶里 怒气冲冲的去楼上找容易 果然在二楼楼梯口不远处 找到了容易 指着他刚要开口 我却突然反应过来 不对呀 我要是骂他 他肯定会问我 为什么骂他 我又拿不出一个正经理由 那我不成无理取闹了 他写小作文挂我怎么办 妨碍我找下一个呀 于是他大爷踩到嘴边 又被我咽了下去 我们谈谈 书房内 我和容易面对面坐着 我一言不发 他不发一言 表面上的 他的内心是 老婆要跟我谈谈 谈什么 除了恋爱 其他我一概不谈 我当然不是来跟他谈恋爱的 我是穿书的 已经穿来一年了 正是因为小说看得多 听到容易心生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害怕 甚至还有点小兴奋 按原文设定 我和容易是商业联姻 只是因为 当时容易的白月光 林默默 抛弃他出了国 而他家又正好遇上财务危机 又正好同级别的豪门里 比我有钱的 没我漂亮 比我漂亮的 没我有钱 他才和我结的婚 虽然在同一个户口本上 待了三年 也在同一张床上 待了三年 但是天地良心 我只拿他当炮友 毕竟霸总标配 八块腹肌 18厘米 188身高 如果不是因为按剧情发展 三天后 林默默要回来了 而林默默才是原著中的女主角 必然会和容易在误会 和好 误会 和好之间反复横跳 作为女配 我则即将过上 在自家抓奸 在酒店抓奸 在公司抓奸的怨妇生活 我是不会提离婚的 闲来无事 玩玩男人可以 为了男人伤身伤心 就有些不值当了 毕竟我现在也是个豪门千金 有钱有盐 随便招招手 一堆小奶狗嗷嗷待补 性别不卡死的话 堪称男女通杀 完全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容易明明内心不想离婚 又为什么会答应呢 看着对面正金危坐 自带冰山气场的容易 我问她 你这么爽快地答应和我离婚 是因为林默默吗 她抿着唇衣声不吭 只是眼神都染上不悦 她嘴上说 温弱 你我只是联姻 你越界了 心里却是 我不许老婆叫别人的名字 女人的也不行 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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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容易的噪音攻击 我揉了揉太阳穴 怒气上涨 闭嘴 世界都安静了 我看了眼容易 她表面上倒是没什么变化 心里简直委屈炸了 老婆好凶 老婆凶我 老婆坏 绝交十秒钟 十一 算了 老婆只是比较侄女 而且刚才我讲话也很不好听 她生气是应该的 我生气就不应该了 我被容易的变脸 震惊的一愣一愣的 直到她说完没什么事就先休息吧 走出房门后两分钟 我才缓过进来 糟糕 话还没套出来 算了 再找机会吧 接下来三天 我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和容易套话 李默默回国的那天早上 我是被容易的心声吵醒的 今天是老婆的睡眼粉 承包老婆白皙的皮肤 高挺的鼻梁 以及看上去很好亲的小嘴 亲上去应该会更爽吧 反正她还没醒 啊不行 我还没有刷牙 不能让我这张臭嘴 玷污香香老婆 说完她便起床洗漱去了 我无语的睁眼 读新术要是有开关就好了 她戏这么足 这些年怎么没憋死 起来边吃早饭 我边问她 你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她放下手中的黑咖啡 啊苦 比我即将被老婆抛弃的命还苦 希字如今的开口 有 果然是要去机场接人 我一下有些不高兴 一边心里念着我 一边身体像白月光靠近 臭男人数八爪鱼的吗 那你先忙吧 忙完再离婚 荣誉只是微微愣了两秒 便点了点头 随机拿着外套出门了 她出门前 我仿佛听到有什么东西碎掉的声音 我茫然的抬头 环顾四周 是什么东西 黎荣一出门 已经过去三个小时了 我边带着溜溜出门散步边想 她应该已经接到林默默了吧 接下来就是救情复燃 一发不可收拾 说不定还会被记者拍到 他俩共同进了酒店 第二天一早才出来 溜溜 爸爸和妈妈离婚了 你跟谁 狗自然是不会理我的 她歪着头 眼神里满满都是清澈的愚蠢 可有另一个声音 离我了是容易打来了电话 温弱 帮我送份文件来公司 书房抽屉第二格最上面那份 公司 我一愣 荣一去公司了 她不是应该再陪林默默吗 边思索着 我边回了家 在书房找到荣一要的那份文件时 一抬头 恰好看到桌上摆着的照片 说我和荣一的婚纱照 我醋眉 这很不对劲 我分明记得 以前这里摆着的是林默默的照片 是什么时候换掉的 剧情好像从觉醒读心术开始 就不按我记忆中的走向发展了 我隐隐有些担忧 来到荣一办公室门口 还没推开门进去 我就听到里面的一阵哀号 离婚离婚 老婆每天就知道离婚 我不好吗 我儿子溜溜都跟着老婆姓温 只要他愿意 我也可以姓温 温义 嗯 好晦气的名字 但是为了老婆 我可以做笑话 呜呜呜已经很烦了 还要上班 一点都不喜欢上班 班也不喜欢被我上 我只喜欢上老婆 还好我机灵 以送文件为由 把老婆骗过来了 其实那份文件早就作废了 这么高的智商 活该我赚钱 看了眼手中的文件 我挑眉 这人真是个黄闷鸡 又黄又闷又辣鸡 推开门进去 看着一阵手忙脚乱后 故作认真的容易 我仿佛看到上学的时候 做作业期间正开小差 突然我妈推门进来 慌乱又做作的我自己 将文件放到桌上后 我又弯腰捡起一只 方才被扫落在地上的纸飞机 也一并放在容易面前 意味深长地开口 是公司文件不够用了 得从家里搬点过来 继续折飞机吗 不懂你在说什么 容易正经危坐 一本正经地和我装糊涂 可两个耳朵 尖尖却红到仿佛要低血 完了 蹬人设了 我堂堂一霸总 必须一女人 你在玩火嘴上说着不要 身体却很诚实为口头禅 以搂腰臂东床东为肌肉记忆 以从不表白 从不解释为个性 可我居然 折指飞机 太丢人了 霸总接地气了 还会招人喜欢吗 弥补着老婆了怎么办 呜呜 容易的心声 简直令人无法直视 你防他继续胡思乱想 我赶紧转移话题 你今天不是有其他安排吗 容易看了眼腕表 点点头 嗯 有 说着他起身便往外走去 我一脸佩服地望着他的背影 牛啊牛 别人上班你摸鱼 别人加班你早退 正感慨着 容易却突然停下脚步 转过头 你还愣着干什么 跟上 我回头望了一眼 没别人 他是在跟我说话 他却和白月光私会 还要带着我这个原配 让我去给他们当啦啦队 我 六 这波操作 突如其来的骚 闪了我的腰 我去不合适吧 不会 你不去才不合适 他都这么说了 啊这 这热闹我不去看 倒显得是我不懂事了 跟着容易来到一家法事餐厅 直到入座我都没明白 这到底算怎么回事 我不就来送个文件 怎么还得经历一次修罗场 左等右等 菜上齐了 林默默却还没来 眼看着容易要动刀叉了 我连忙劝阻 人还没起 你先吃不太好吧 容易眼里全是疑惑 你还约了其他人 我无语地冲他翻了白眼 他副业是厨子吗 这么能甩锅 温弱 你还记不记得 今天是什么日子 看着容易放下刀叉后 一脸严肃的样子 我脱口而出 林默默回国的日子 天哪 老婆最近怎么老提到林默默 连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都忘了 看上林默默了 不会吧 那是个绿茶呀 放着我这样的小甜心不要 喜欢沉甸老茶 眼光好差 在容易鬼哭狼嚎的心声里 我左脑在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默默不是她的白月光吗 她怎么知道 那是个绿茶 按照小说剧情线 她是会和林默默上眼 她淘淘追 她叉吃南非的呀 难道在容易身上 也发生什么怪事 又脑在想 结婚纪念日 好像确实是今天 容易说的安排 指的是给我过纪念日 尴尬的笑笑 我花言巧语的补救到 开个玩笑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对不 老公 一周年快乐 快吃饭吧 呜呜 老婆喊我老公了 老婆的声音 比支付宝刀账还好听 在容易泛滥的心声中 我默默低头干饭 温若你真过分啊 人家辛苦策划的惊喜 你满脑子都是 土刀掉渣的出轨剧情 如果再有个礼物 藏在甜品里 你就更加 等等 什么东西割了我的牙了 我吐出来一看 啊啊啊是项链 我真该死啊 他还给我准备了礼物 掏了掏口袋 我震惊的发现 除了一张银行黑卡 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我真是个朴素的附加千金 掏出黑卡 我自认为狠撒的往前一递 我们有钱人比较淳朴 送礼都直接给钱 这张卡你拿去 男人 今天不刷完他不许回家 这也算还礼了吧 再贵的项链 也没我的余额贵吧 我瞬间心安理得 虽然有点俗气 但是老婆第一次送我礼物啊啊呀 得买个卡套 把这张卡供起来 差点忘了正式 我不想离婚的事 还没和老婆商量呢 容易又给自己做 或心理建设后 终于开口道 温若 和你在一起这一年还不错 你愿不愿意 一哥哥 话说到一半 却被一道柔柔弱弱的女生打断 林默默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她怎么在这里 她怎么在这里 我和容易一口同心道 好久不见 这位是嫂子吧 听着她这话 我有些紧张 来了来了 白月光她带着敌意和针对来了 接下来她是不是该话偶然未尴尬 一屁股坐在容易身边 让她给她包虾包卸包贝壳 而容易因为还在记恨 白月光的抛弃之仇 打死不从 白月光便会面带失落 眼含泪光的望着容易 和她说 一哥哥 你果然还在怪我 我们回不到过去了 对吗 在我了然的目光下 林默默再一次开口了 是谁的童话书没和好 让嫂子这样美丽的公主跑出来了 边说她边落坐在我身旁 亲热的挽着我的手 嫂子远看是个美女 近看更不得了 居然是个绝世大美女 真美目一哥哥 每天醒来 可以对着这样一张脸 我与容易 怎么说呢 这个小白花白月光 在原文里 顶多有点圣母家娇妻 倒也不会绿茶至此啊 还是个找错对象的绿茶 按这个形式来看 她这样是追不回男主的 剧情越跑越偏了 通常在网络小说的套路里 就我目前这情况 高冷总裁变碎嘴子了 小白花女主编绿茶还很激了 只剩我一个人 还在苦苦支撑着 离婚给她两层位子的剧情 这合适吗 这个世界不会崩塌吧 要是崩塌了 我就又得回到原世界007去了 一点也不想失去 目前做小富婆 肤浅又快活的日子 这顿饭我们三 一个吃得咬牙切齿 一个吃得心满意足 一个吃得战战兢兢 好不容易熬到 大家都放下餐去 终于可以快乐散场了 刚走到餐厅门口 我突然想上洗手间 再回来的时候 远远我就看到 容易把林默默堵在墙角 两人似乎在争执什么 我兴奋地搓着手 剧情回归正题了 我不会被送回去了 她俩应该按原文描写的那样 在互诉中长霸 容易放狠话 林默默放情话 说着说着 容易便会一口吻上去 用力地宣泄 这几年的相似之苦吧 果然 容易越来越逼近林默默 可她 等一下 容易 你掐着女主做什么 她都快憋死了 你看不到吗 着急忙慌地跑过去 我将林默默 从容易手中解救出来 嗨嗨 姐姐 是我不好 我不该一直盯着姐姐看 不怪一哥哥 可我只是没见过 这么好看的人 没有别的意思的 姐姐 我不是嫂子了 容易出局了呗 满脸感慨地望着林默默 她真的好茶呀 她真的好茶呀 她果然是个陈间老茶 明明是她说 我嘴又笨脸又臭 根本配不上我的亲亲老婆 劝我赶紧离婚 再净身出户 让老婆独美 我才跟她动手的 是她挑拨我和老婆的关系 我心下一片茫然 有没有搞错 男女主都爱上我了 这俩不对劲 哪哪都不对劲 我穿的是本正常霸总纹 不是破纹啊 接下来几天 为了让剧情回归原位 我努力撮合林默默和荣毅 以至于他们 扯了三次头花 骂了五次假 互泼了七次咖啡 算了 既然这么难办 那就不办了 我是来享受生活的 不是来接受折磨的 大部分人穷到叮当响 都想不起来 我做过一年的富婆 该知足了 于是我摆烂了 后来 我经常会在林默默的 精心安排下和她偶遇 不像原文写的那样 我为难她 她为难我 我俩单独见面时 照样和和气气的 坐在一起喝下午茶 顺便聊聊 我们共同认识的那个男人 一哥哥就是脾气差了点 性格闷了点 人无趣了点 其他方面都挺好的 一哥哥居然没夸过姐姐漂亮 她好过分 不像我 只恨自己嘴太笨 不能完全描述姐姐的美好 姐姐这么好的人 一哥哥怎么不懂珍惜呢 嗯 怎么说呢 人们不是讨厌绿茶 而是讨厌绿茶茶的不是自己 现在的我 被茶的倍儿爽 而另一边 容易对林默默的怨气 也越来越大 我每天都会在容易的 骂骂咧咧中醒来 林默默真是见得有出息 骚得够阳气 她自己没对象吗 要来抢我对象 她一天天 那嘴跟抹了开三路似的 就会在我老婆面前抹黑我 抬高自己 她是溜溜一落在外的私生女吗 这么狗 不行 我得去问问溜溜 听着容易起床的动静 我睁开眼 默默叹气 他们的人设 实在崩得太厉害了 活活护对了一个月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做小富婆 不管男女主是护虐还是护殴 我都不想参与 还是离婚吧 于是我再一次 约溜一起去民政局 可这次她却没有答应 最近忙 再等等吧 忙 忙什么 我无语地看着她 你已经三天没去公司 打卡了呀兄弟 你们家还没破产 全靠主角光环帮扶吧 果然霸总文理的男主 什么都干 除了工作 我在心里吐槽容易 容易也在心里吐槽林默默 一定是林默默那个小叉叉挑唆的 想挤走我自己上位 绝对不能就这么放过她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惊 大家都是我的舔狗 不要计较这么多 和平相处不好吗 你们打起来 我会边嗑瓜子边缴薯片 边很难办 没几天 我就见识了容易 是怎么给林默默下套的 别的总裁虐女主 是打妖子 挖眼珠 送橘子 我们家总裁虐女主 是给她介绍了五个对象 活活忙 没死她 谁懂啊 我是一只眉毛的白鸽 真的无鱼鱼 这五个对象 分别是青春校草 禁欲精英 骏狼影帝 阳光奶狗 以及怎么还有个奶爸 无痛当妈 不是你们每个女孩子 都很爱的是吗 容易一脸不解的问我 突然觉得她好懂 要这么说的话 奶爸简直加大分 我同奶爸一票 林默默去乡亲那天 我和容易也跟着去了 一个为了吃瓜 一个为了随时调整方案 每一场乡亲都很顺利 像到小奶狗的时候 林默默已经心都化了 她疯狂眼唇笑 低头笑 偷偷笑 整张脸活像一朵盛开的太阳花 轻浮 听到容易突然出声 我一愣 什么林默默这样的女人 或许这辈子都不知道忠贞是什么 不 不像可 没什么 不像我 心里眼里只有老婆 老婆是天老婆是地老婆 是天生立志男子气 哎 为什么就是不好意思说出来呢 多想让老婆 听听我这优美的中国话 我连忙竖起耳朵 听到了听到了 两只耳朵都听到了 五个男人全部相玩 林默默垮着一张披脸 过来找我们 哎 姐姐 好难选 他们每一个都很好 根本挑不出来 我拍了拍林默默的肩 刚要说话 却被容易抢了先 打字速度过快的话 你可以1v5 我与林默默 我是震惊的 林默默是欣喜的 有道理 做什么选择 成年人每个都要 于是我眼睁睁看着林默默 分别给五个男人 发了恋爱申请 轰轰烈烈的开始了 她的渣女历程 祝好 姐妹 自从林默默认真去谈恋爱后 容易每天都很高兴 她嘴上虽然不说 但她的心声暴露了一切 前天哼的是甜蜜蜜 昨天是最炫民族风 今天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 嗯 谁说总裁一定品味高雅 爱听音乐会呢 兴许人家老了 也跳广场舞呢 夜里 我刚要睡着 却突然被容易的心声吵醒 想你的夜 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不知道你心里 还能否为我改变 哦 想你的夜黑 闭嘴 我弹坐起来 打开床头灯 认真地打量着身边 这个行走的CD机 有这么高兴吗 刷牙唱歌 吃饭唱歌 上厕所唱歌 洗澡唱歌 大半夜还要唱 显摆你曲库丰富呢 我没说话呀 容易一脸无辜地看着我 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 让爱再回到原点 她边装无辜 边在心里继续唱 我忍无可忍 直接一口啃了上去 咬死你个凡人精 落地的时候 位置却没对好 啃她嘴唇上了 若若 这一夜 我再次体验了下巴总标配 事后 我筋疲力尽地摊在床上 嗯 不离婚是对的 她还有点用 反正她现在也没人要了 我就勉为其难跟她过下去吧 自从有了那一晚后 容易仿佛冬年复苏 开始天天缠着我 这天我俩正在沙发上虐狗 门却突然开了 开门的人是林默默 一般此情此景 作为女主兼白月光 她应该说 一哥哥 我就舍下密码 门就开了 你心里果然还有我对不对 不然也不会还用我的生日当密码 可林默默到底不是普通人 她是我的专属绿茶兼舔狗 所以她边哭边道 呜呜容易你也太扎了吧 开门密码还是我的生日 你这样怎么对得起姐姐呜呜 不好意思 我来的不是时候 我俩龙起衣衫 面无表情地看向她 想蹲橘子吗 听她这么说 林默默立马飞奔过来 投入我怀里 抱着我的腰 阴阴直哭 哥哥好凶 不像我 都不会大声说话 我的手她不听使唤 她居然自发地环抱住林默默 嗯 女孩子真软啊 比硬邦邦的容易好抱很多 本来想多抱一会儿 但我余光瞥见容易前一秒 还咬牙切齿 又无可奈何的 下一秒灵机一动 似乎真的打算报警 我连忙推开林默默开始劝驾 好了好了 都别吵了 说说吧 什么情况 张玉已经翻车了 听我这么说 林默默哭得更伤心了 她还真是翻车了 那五个男人不仅发现了彼此 还拉了群 一起谴责她回回约会 带不同的人去肯德基 服务员都看不下去了 忍无可忍说了真相 人穷还学人家炮帅哥 回家玩异女游戏 过过手瘾去吧 听完她的故事 我心疼极了 连忙问她 所以是奥尔良好吃 还是热辣香古鸡好吃 奥尔良永远低声 弱弱 马上都快哄好了 荣毅却突然插嘴 林默默 真蠢 小学生都能同时学五门功课 你一个海龟 连五个男人都搞不定 这番话显然侮辱性极强 林默默都忘记 她的娇弱绿茶人设了 插了腰就开始骂荣毅 去嘴葫芦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虽然不是坏人 但是你霸道 闷骚 面瘫 嘴毒 除了有张帅脸 有点破钱 你哪点配得上姐姐 霸总人设早就过时了好吧 现在都是奶狗当道 爸总给狗狗都不要 尤其是像你这种 还有白月光的 火葬场才是你的最后归宿 我本来想说 火葬场是所有人的归宿来着 但林默默实在是火气太大 溜溜叫了一声 都被她骂了一顿 于是我 默默把话又咽了回去 姐妹 骂过他们了 就不能再骂我了哦 容易被林默默给骂自闭了 接连好几天都没唱歌 看她这样 我主动约她一块出去遛狗 刚走没几步 就遇上了隔壁邻居 是个东北老妹 老铁 溜溜溜呢 我点点头 啊 可不咋地 溜溜也同她打个招呼 等东北老妹走远后 我才开始给容易做思想建设 容易 你为什么不爱说话 容易古怪的看了我一眼 胡说什么 我们爸总不都这样 画牢就不哭了 他在心里补充道 画牢也很可爱呀 为什么不能做你自己 见我这样说 容易一下愣住了 你怎么知道 拍了拍她的肩 我决定让她射死 毕竟 这只死地 才能后生嘛 我能听到你的心声 啊 闭嘴 耳朵要炸了 我捂住她的嘴 尖叫声却没有停 叹了口气 对哦 这是心声 于是我挪开手 直接照着容易的嘴亲了上去 嗯 很好 世界都安静了 那你不会觉得我很讨厌吗 男人话多不沉稳 哪来的刻板印象 女人就一定要贤惠 男人就一定要冷酷 我不悦的皱起眉 最讨厌小说人设 千篇一律了 每个爸总都只是换了名字 性格一模一样就算了 连脸和声音都得差不多 都是刀削般的脸颊 大提琴般的声音 还有那张从来不知道解释的嘴 以及那双钟爱虐女主的手 天知道我当时看这本书的时候 有多恶心 还好传来之后 人设都崩了不对 为什么人设会崩得这么厉害 难道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设定 毕竟这书看了没几张 我就气了 坐着在后面 又写了什么鬼东西 细思极恐 我连忙打了电话 把林默默叫过来 决定研究下目前的情况 想到这里 我临时起意 把林默默叫了过来 又是熟悉的客厅 又是熟悉的人 我率先问容易 她是怎么知道 林默默没表现得那么纯良的 原先不知道 但有一天溜溜跑太快 我摔着了 别笑 若若 你刚还说爸总 也不一定个个都要十分完美的 摔着之后 我就解锁了后续的剧情 若若你知道吗 后来我居然会为了 林默默那个绿茶精 跟你离婚 看着容易一脸不可思议的样子 我十分淡定 嗯 我知道 因为我是川叔的 你们两个是一本 虐文里的男女主 暗书里的描写 你俩要反反复复 虐个好几百张 我实在看不下去就气闻了 我边说 林默默边疯狂点头 对对对 我上辈子 就是被容易又虐身又虐心后 化悲愤为食欲 一下子称死的 所以我重生后 死都不要跟容易搭边 都是有钱有盐的 我为什么不选姐姐这样人 美心善的大腿来抱 我恍然 这就对了 怪不得林默默一出场就狂舔我 你们还是知道太少了 林默默死后 知道我做了什么吗 我发现了弱弱所有的好 重新把他追回来了 哈哈哈哈 我与林默默 真贱啊 大致捋了下线索 我给他们做了总结 所以你们这对宛如精神病的男女主 因为女的太陡暗 每次被虐完都原谅施虐者 还劝施虐者不要伤害其他反派 而男的太愚蠢 除了女主说的话 别人说女主是狗变的都信 反复误会女主 这本书前期因为人设太过不讨喜 导致读者疯狂辱骂作者 作者不得不中途更换女主 让我这个本来都已经杀青了的前期上位 毕竟比起你们俩 我只是个不太努力的躺平派富二代 算不上十恶不赦 但由于剧情转折过于生硬 林默默死的也太儿戏了 容易变心也太快了 导致这个世界出现了裂缝 于是什么都乱套了 我穿过来了 容易提前解锁了剧情 默默重生了 坠 不过还好 重开一局 我们终于都是正常人了 碎嘴子霸总 绿茶女主 躺平女配 完美 在大家的掌声中 我做了个收的手势 现在我还剩最后两个问题 第一个 说着我妄想容易 眸光危险 你是什么时候解锁剧情的 你跟我提离婚前没几天 所以你直接跳过虐的部分 在后续剧情里爱上我了 怪不得 你书房的照片 突然换成我们的结婚照了 听我这么说 容易疯狂点头 可是既然喜欢我 为什么要同意离婚呢 想尝试下脾差的快乐 容易嫌弃的看得眼林默默 怎么可能 老婆 你可以侮辱我的性格 但你不能侮辱我的品位 我绝对不会喜欢 林默默这响的人的 要永远做老婆的小狗 答应离婚 是因为男人不可以强取豪躲 要尊重爱人意志 老婆说什么就是什么 老婆想鱼骂就鱼骂 再说了 不还有离婚冷静期吗 到时候我不同意不就完了 有本事你上诉 哎 你猜怎么着 我还是不同意 嘿嘿 这回轮到我和林默默鼓掌了 套路挺深啊 聚嘴葫芦 第二个问题 我身体前倾的同时 压低了嗓音 你们这么乱来 会不会导致这个世界崩塌 大家一起隔屁 在他们两人 集体变白的脸色中 我哈哈大笑 读忧愁不如重忧愁 我围着是掉过多少头发 你们一根也被想少 当天晚上 我们集体做了梦 梦里有个萌正面的女生 屋里哇啦宝子们 我错了 我不该写无脑虐恋 冷暴力是男人的魅力 纯属扯淡 圣母心是女人的魅力 纯属扯淡 让刻板印象和磁禁见鬼去吧 真诚才是必杀技 感谢你们的觉醒 让我明白 什么才是该写进书里的情节 放心哦 现在有很多人喜欢你们 世界不会崩塌的 最后最后 弱弱宝贝 妈妈更支持你和默默在一起 美女就该和美女玩 紧接着 我便在容易的妈妈咧咧中惊醒 滚犊子 老子是持正上岗的 受法律保护 什么痘磕 只会害了你们 弄醒后 我盲猜是我们听到的是作者的发言 这个世界不会崩塌了 没了这层后顾之优后 我们所有人都抛掉了 矛盾感十足的人设 开始放飞自我 我和容易在结婚一年后 突然开始了热恋期 容易每天都在我耳边 讲些不休不扫的话 遇到公司哪个小姑娘 献鼓琴会第一时间跟我告状 车上突然出现口红 会直接打电话给他妈 让他吓回注意点 别丢三落四的 看 有嘴的总裁 喷香 而我也没有再听到过他的心声 因为他的嘴已经够虚导了 完全不需要再有心声这种东西 就比如现在 一大早 年人精容易 又提着两件衣服过来了 老婆老婆 你说 我是穿这件粉衬衫去上班好 还是蓝的好 从电视剧里抬起头 我看了他一眼 问道 粉色娇嫩 你如今几岁了 容易丧着脸走了 边走还边嘀咕 嫌我老了 绝交 这次一定绝交很久 老婆不哄我 我是不会跟他和好的 十分钟后 他又来了 一脸憋闷 连我都不哄 那你要哄什么 哄是嫌吗 轻叹了口气 我只能放软了声音 老公最湿了 穿那件蓝的吧 比较符合你的气质 可他却突然凑近 大手扶在我的后脖梗上 你知道要怎么哄我的 说着手上一用力 来了个身份 这一天 容易到底没穿成那件蓝衬衫上乘班 还好他是老板 没人扣他工资 另一边 林默默还后翻车后 一直无所事事 第十八次看到 他在街上闲逛后 我终于忍不住 把他安排进了 我投资的一个公司里 没办法 上贝勒是做风投的 这辈子那么富 难免手养 随手投了几个公司 偏偏个个都发展得挺好 多气人啊 自从开始上班后 林默默便把他那只 用了两次的恋爱脑娟了 还给我们说 以后请教他林总 我 你不就是个基层吗 谁给你疯的总 而林沸和荣毅这一事 实在是不太对付 他天天抢容易公司的单子 还回回都能抢赢 谁懂啊 恋爱脑女主 他其实是个商业鬼才 事后容易感慨 做生意这是 还真是只看天赋 不看性别啊 我这排行第一的富豪 过几年 要给林默默让位了 我高深莫测的摇摇头 不不不 认清现实 你俩都是在给我打工 三个月后 容易因为生意被抢得太厉害 着实有些闲 便开始琢磨 重新给我补办一个婚礼的事 不同于小说里描写的那样 赤资几个亿 请多少名流 放多少礼炮 这场婚礼不奢靡 不铺张 像所有平凡的家庭一样 请的是亲朋 聊的是琐事 在众人的注视下 我踏过红毯 一步步走到荣毅面前 宣誓缓解 他说 我叫容易 但我追击破得很不容易 我老婆叫温弱 但她可一点不温弱 拿捏着我的生杀大全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起名是门学问 可不能马虎 跑题了 嗨嗨 回归正题 老婆 小时候我总想长大了 是当作家还是科学家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二十多年 直到遇见你我才明白 我要带你回家 老婆的风格很奇怪 不是甜辣风 不是郁姐风 不是软妹风 不是人气风 也不是欧美风 是我看会发疯 老婆我 听着容易的甜狗发言 我赶紧捂住她的嘴 嗯 这次用手就够了 我做梦都没想到 人生第一次的婚礼 会毁在容易的嘴上 她现在真是个石豆丝 又是又豆又屌丝 算了算了 比锯嘴葫芦强一些 终于有人魅了 回头又看了眼 一副精打扮的林默默 我阳唇 不错不错 都是正常人了 也算我没白穿这回书 全文完感谢观看